如果家里有吃不完的鸡蛋清 可以做做这个 没有奇怪味道的油 加牛奶 大力打到乳化 筛入低筋面粉和奶粉 搅拌到顺滑 蛋白加砂糖 和一丢丢柠檬汁去腥 用打蛋器打出软软的小丸钩 就像这样 蛋白分次和面糊搅拌 丝滑的蛋糕糊就完成了 分一点出来调个粉色 剩下的蛋糕糊先倒进烤盘里 面上再挤上粉色的蛋糕糊 关键步骤 一定要用左手的食指 上下左右滑了一遍 烤箱160度 20分钟 放凉后边角斜切45度 抹上奶油 然后一个卷起的大动作 卷好之后进冰箱冷藏 这是顺风卷的做法 我这个成功了 又好像没有完全成功